今天禮拜一晚上又到了 美国大选的专门 解签时间 这个 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越到进入决赛的时候越精彩但是还是要需要 专门的 行啊来的人来解签否则又变成 看着报纸 我随便 起舞然后 变成 随便讲会影响到 一般人对美国 选举制度不了解的观感而且有时候误判会蛮严重的 那按照我前几期一路到现在前几集一路到现在所介绍的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让我感觉到意外的事情发生这六个争议之后还是争议之后而且持续 保持在contested的状态 Election results on Monday 礼拜一就要确定 票数 开出来 原因是因为各州的最后 把 普选票算出来 正式公告 的时间 都不一定 所以有时候那个deadline你过了之后 极有可能按照美国的宪法 就不算就不计票了 不但普选票如此 选举人票 假设不是这六个争议州的选举人票 普选票底定没有争议 选举人票certified 之后 好像我们昨天前天前一集讲到Ohio 他已经certified results 正式公告 认证 那 这 就会开出所谓的 certificates 这个certificate就是说 我们这一周的选票开出来 是川普获胜 然后川普可以拿到这11个或是12个选举人团的 票 12月14号按照 相关的规定 就会在 周俊 举办 选举人团投票 那个叫 Electoral College 的这个vote 那会有一张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确认的声明叫certificate 那是 所有的选票 普选票certified 同样的 如果选举人团进入决赛 12月14号选举人团的选举人投完票之后还是要开票 还是要经过周 的一个certification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讲过 state legislature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可以 继续 提出 在 确认 选举人票 选举人票 生肖 之前也可以 周议会 提出很多的 有关 irregularity的部分 选举 途选票会有 违藏 会有异状 可以提出来 challenges 选举人票 当然也可以 因为不见得那个 Dominion的 Software只在这六个争议州里面部分的争议州使用他扩及到了其他拜登胜选的州 而不在这六个contested states里面 所以 如果 按照美国的宪法这六个争议州理所当然不计票 如果有Wisconsin跟Arizona的州长跟州务卿 强硬的发表 他的 certificates 他会变成一个 illegal certification 开出来的这种 认证的 结果就会叫illegal certificates 这个可以在 选举人票投票 Wisconsin的选举人 投票 跟Arizona选举人 Elector 投票的时候就可以有 州议会里面的 议员 直接打枪 不计算 完全合理 按照美国的宪法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Wisconsin跟Arizona如果真的 强度关山硬是把正义州的 选票开票 让选举人团拜登的选举人团去投票的话 那就是 川普或是其他的 共和党盛营所讲的 State legislatures have a role to play 这样子 他有他的角色就要 开始执行他的公权力的角色 代表 名义 执行公权力 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倒不认为说这六个州 有若干的州强度关山那个州长也许是 民主党的 州长 他强度关山 照样可以在 把票算给拜登选举人票算给拜登 但是不要忘了 Wisconsin如果在投选举人票的时候 开票过程 州议会里面 那个Republican state lawmakers 一样可以 提出争议可以 Block the certification of electors 这样子 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讲说 为什么 川普老神在在 一方面是要让这六个州 持续因为现在 媒体 已经被 你可以讲说是垄断也好 主流媒体并不会去报 这六个争议中里面属于有争议的部分 造成一般的选民可能会不了解现况 所以为什么要开公厅会 Pennsylvania为什么要 开公厅会 Georgia为什么要开 Public hearing 就是透过公厅会 发声 让选民 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六个州 的选票不管州长 签不签署 这个 最后的认证 都不会 有任何的影响力 就美国宪法的精神来讲 如果硬是把票算给拜登 这六个争议中 然后 让选举人去投票 一样会在 开票的过程当中 被State Legislature 里面的 State Lawmaker 挡下来 还是算无效 至少 他挡你 你就没有办法在 12月23号 把选举人统计出来的票的结果 另外还是要 Certify 选举人票 的那个 Certificate 送到国会 国会有一个 Joint Session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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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 联合的计票 在 Mike Pence的主导下 所以就送不过去 也是会无效 这是我个人一个 一个整个 Big Picture 的解签 所以目前看起来 如果不去看那个 Legal Lawks 那个部分 尤其是我们讲的 这种Fraud 不管你是 Election Fraud 还是 系统性的叫做 那个叫Election Fraud 属于 个别性的 不是非系统性的 个别性的那个叫 Voter Fraud 都是联邦的重罪 而且还有很多的 Swan Affidavits 正在审理当中 还有往最高法院被驳回 往最高法院送的 上述Appeal当中的 很多很多法律案件 我们先不管 那个可能后面会 牵扯到很多很多的官员 那个 可能就会 涉案了 这样 这是我个人的解签 所以不管Wisconsin Arizona要不要certified 最后 12月14号 开票 选举人开票还是会被州议会挡下来 州议会挡不下来 送到国会的联合计票 中心里面 计票一样还是会被参议院跟众议院里面的 共和党议员挡下来终究是过不了 那两关的啦 这边是第一关后面还有两关 我讲过所以 基本上 川普 这个样子看起来 是会在后面的两轮里面 还是会胜出 还是会当选 这个我个人认为 应该整个大趋势是不会改变 差别只在于说 这六个时候会不会在决赛前 8月14号 就因为法律诉讼案件 造成 整个大选 如果这四个州里面有三个州 出现 重大的 所谓的 所谓的刑事案件 我们叫criminal investigation里面发现有异状而且 成立了进入 调查 侦查调查程序的话 司法程序里面的话 这六个州里面 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样子 明显违法 涉及刑案 就直接把选举人票给 川普 这样会比较 会比走到后面快 这样子 那拜登就会 还没有完成决赛就必须先承认败选 变成拜登要承认败选 一旦这六个州 发现有 呃 我们讲有 买票那个叫bribery 那个很严重喔 就是 你用钱去买通 来造成选举里面的 作票舞弊 里面牵扯到 金钱有对价关系的话 那就更严重了 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牵扯到买票 的问题 会选 那个我们叫做bribery 第2个是我刚刚讲的 系统性的 Systemic Systemic Criminal Activity 那个叫做Election Fraud 个别性的叫做 Voter Fraud 那是个人 这样 比如说 Debt people voting 死掉的人他 他老公死了 他帮他老公去多投一张 那个叫Voter Fraud 那是个人 系统性的不是喔 系统性的像那个 Dominion 跟Smartmatic那个软体是系统性的 那个叫 Systemic Systemic Fraudulent Activity 好这样子 这些都是联邦重罪 所以 以法律的观点来看 先不要看到宪法阶层 以 司法 里面的 刑法 来看的话 都是很重很重的罪 好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研判 8月16 呃8月14 不是我老是讲8月 12月14号之前 如果这6个州 有重大的刑事案件 出现 马上那个票 选举人票就会判给川普 整个比赛提前结束 不用进入决赛就结束了 好这样子 变成拜登宣布败选 好这样子 这是我个人的解签 同学可以 再看一下里面因为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就跳过去 还是灰色的 这6个生意之后还是灰色的 好这样子 我们看比较近一点的 选情里面的新闻 看标题 这个是几个小时之前的 group prepares legal challenge in hope of overturning Senate house races in virginia 这个是属于维吉尼亚州的 议会的选举 那就我们所知道就是共和党的士气大政连带带动地方 州议会的选举席次都不断的增加 平平暴劫 所以说 整个来讲 民主党是气势如虹 不是民主党 共和党是气势如虹的 他有一些连锁的效应会产生 这个因为跟大选比较没有关系 我们先不看 看一下这个也是标题浏览一下 Senator Paul suggests statistical fraud in states where Trump lost 就是川普输掉的时候里面有 统计数字上面的诈欺 Senator Rand Paul Republican 这应该是Kentucky Kentucky Republican Kentucky 那个KY 我想应该是Kentucky Kentucky On Sunday Pointed to a data Analysis Alegant Statistical Anomalies Occursing for Battleground States on November 4 他讲说 数据分析上面 显现出来 有统计数据上的 异常 发生在四个 争议州 原来是四个 摇摆州 在 11月4号的时候 刚好就是大选前 后面的那一天 这一份 这一份没有签署的分析 刚好 刚好跟 所谓的我们数字上面的一个 分析那个叫number crunching 就是做数字上的一个统计 由数据专家 有数据专家 公职出现 公职出现 在几个州呢 在Michigan Wisconsin 跟Georgia 都有 而且刚好就在选举日 11月3号之前的那一天 的上午 那 使得 川普 现任总统川普 的选票 就落后于 在这个高峰的标高 异常的标高之后呢 就 居于劣势 这样子 这个是数据统计上发现的异常 我早就讲很异常 从 呃 大选的民调就是异常 异常到 选举完投完票 那当然国外有声援的啦 Brazil Bosonaro says aware fraud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那 那个 巴西的总统他也表示说 他 有可以看得出来了解到说 有 诈选的行为在美国选举里面 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所以国外的声援对 美国国内来讲 判定 就是选举人团投票跟 第三阶段1月6号的整个 参议院联合计票委员会的最后的计票 都有帮助 国内跟国外 的力量结合起来都有助于 Mike Pence 他在国会计票的时候 作为一个有利的依据 来判定 那个叫objection 一定会有参议员提出来或中议员 他来判定 无效 这样 哈绝克 哈绝克 reject the electoral votes 他表示说 29号表示说 他已经了解到 知道有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选举舞弊 在美国这次的总统大选里面 他不会 在整个怡云 最后选举的结果 没有厘清 真相没有厘清之前 他不会宣布 恭贺哪一个总统 是这次大选胜出的美国总统 他不会率先去承认对方 那当我之前也讲过 有同学问说 报派已经宣布 那个拜登是 president elect 那叫president elect 叫做 一般来讲 叫准总统 就是总统当选人 我讲的是违宪啊 因为整个决赛没打完 你就自行当总统当选人了 那个president elect 这样子 那个违宪不能 所以换句话说 拜登不能称自己是 总统当选人 你如果自称就违宪了 这样子 好看看我们比较新的 新闻我们值得介绍的 好这个三个小时之前 你可以看一下 那律师团的首席律师 Juliani 他警告 立法 这个legislatures 应该是state legislatures 立法 应该是州的议会 如果你要去确认 假的选举 认证的话 就是做最后假认证的话 是违法的 就是指州议会 legislatures in states that saw fraud this month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certify a false electio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awyer Rudy Juliani says Sunday 那个Juliani 礼拜天表示说 你们的州议会 在确认选票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有待离期没有解决 你就确认他当选 为了赶那个deadline 那个是违法的 Citing witnesses who have attested to sit-in Republican poll observers blocked from properly watching ballots be counted in cities like Philadelphia and Detroit and Detroit Juliani asserted ballots recounted for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Joe Biden multiple times but for Trump just once 好 那那个Juliani引述证人 他提供的证词 说有看到 共和党的 所谓的 po observer 是指 监票人员 被阻挡在 可以监票的地方 不让他进去 然后呢 不让他行使监票 人的权利去看 开票过程 被挡在外面 然后呢 呃选票 这些选票呢 在 哪些城市呢 呃是 错误的统计了 比如说 在 费城 底特律 等等 那Juliani 很肯定的表示 选票 哦 被算给了 就是我不让你川普的 所谓的 监票人员进来 因为我不让你进来看到 我就在这中间动了手脚 把川普的票算给 拜登了 哈哈 一花接木 而且还多算了好几次 不是只算了一次 川普是一票就算一次 然后 拜登的票是算了好几次 重复计票了 好这样子 好这个 这个叫做 FARS Election 那我个人称为 Illegal Certification 哈哈哈哈 非法判定 投票结果 哦 那个普选票结果 那个叫 Illegal Certification 这样子 好原则上该讲了 我反复的讲了好几集的 都是属于宪法层次的 跟整个美国总统大选 后面的两段议程 哦这样子 所以我才讲说 State Legislatures have a role to play 哦另外就是 Join Session of Congress 呃的最后的计票里面 Mike Pence has a role to play have a critical role to play 哈哈哈哈 他可以决定 什么票不计 哦选举人票不计 这样子 所以最后 再以习次来看 还是川普当选 哦目前 以参议院来讲 呃共和党 一定过半 哦后面两个就算打成平手 Mike Pence那一票 压过去也会51比50 那众议院 再讲一遍 如果最后走到 所谓的 双方不过半 的 延长赛 会变成 contingent election 那以目前 红通通的一片 共和党 呃掌握了 26个州 所以 呃 contingent election 是不算 Washington DC 那个 哥伦比亚特区 不算 他就是50个州 来投票 好的代表 那个delegation 所以 共和党已经明显的掌握了26个州 所以你用contingent election 送忙不过半 共和党 也会轻易的 过 呃门槛 过半 50个州里面拿到26票 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26分钟了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新的 川普的推文 推的里面有没有新的东西 那这个川普贴的是21个小时之前 用电话接受fox news alert的专访 我们听听看川普怎么讲 应该听得到我现在是用 我不知道会不会听得清楚了我们听听看好了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got 80 million votes I just said there's no way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got 80 million votes 啊就是说 拜登怎么可能拿 那个 呃8000万票 他讲的是80 Million votes 哦是8000万票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beat barack obama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beat barack obama in the black communities in the black community of of various cities various cities and then he did very badly and he did very badly compared to obama in then obama other cit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好 那这个因为我也是隔着这样听不是耳机他意思大概是说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got more than 80 million votes 绝对不可能拜登得到8000万票吗 那他在很多 他也不可能 破了 那个欧巴马的记录 得票数也不可能吗因为他显然没有做的欧巴马好 那尤其是他在很多州的 黑人选区 里面 居然还拿得到票 这样子所以 川普说从很多的现象来看 这都是有问题的 这根本就是一个诈骗的选举哦这样子 it was a rigged election we and what 这个我听不太清楚 好先跳过去好了 we won the election easily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got 80 million votes i just said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beat barack obama in the black community there's no way that joe biden beat barack obama in the black communities the various states we won the election easily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we won the election easily 我们轻而易举就大胜 joe biden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i just said there's no way joe biden beat barack obama in black communities joe biden beat barack obama in the black communities of various cities in the black communities of various cities and then he did very badly compared to obama and he did very badly compared to brock obama 跟欧巴马比起来他在这些黑人社区群体里面的表现 非常的差怎么可能还 票数反而多 多过欧巴马 in other cit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it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还有很多全美的其他大城市怎么可能 there's no way it happened there's no way it happened 绝对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the election was a fraud the election is a fraud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诈骗 的选举 哈 哈 哈 啊这样子 好这个我们听一听刚刚还有没有可以听的 好这个也给听听听看 Thank you Kim Senator Maastriano please Thank you Senator Argo and Senator Ward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supporting us here Welcome everybody to this most historic occasion and this most historic town and what happened here in 1863 好这是Senator Maastriano 在应该是在Georgia 乔治亚周开的听证会里面这个 参议员 他所讲的话 他的一个开场白 gives during opening statements 就是一个整个公厅会 开场 他所发的也被截录下来 川普 把他贴出来了转贴 Pennsylvania can do it away Just like it did many years ago very important things happening 他讲说 宾州 可以当领头羊带领各州 争议州来做 一个 示范作用带头作用 所以这个看起来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应该是Pennsylvania I think today we're going to see a turning of the tide because we have not really heard the truth of the arguments made on the other side of what happened We're dealing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leadership in Harrisburg And wants to close our ears To what's happened during selection And sadly Media that are complicit And want to write off What happened 好 那因为 他那个麦克风 扩音的关系我这边听得不太清楚我们看看 节路的内容好了这个是Elizabeth Harrington 他节路下来的 他讲的 The Republic is a stake This is no game for us 就是说 The Republic是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 以美国来讲 我讲过 Republic是指柏拉图的理想国 里面的共和国翻译的时候 我之前记得我讲过一次 那个Plate 那他讲说这种理想国或是共和国的状态已经 非常的 在险境当中那个叫 Astic This is no game for us 我们绝对不能等闲四肢 一定要 好好的来处理这一次美国宪政史上跟选举史上最大的危机 我讲百年难得一见 可能从美国立国以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哈哈哈 There's a group in this state And country Willing to throw away our value and precious freedoms 他说有一群人 在 我们这个州里面可能是Passilvania 跟这个国家里面 企图 要抛弃我们的价值 我们很有价值的跟无价的 自由 这样子 那他讲的应该是 那他讲的应该是 有一撮 潜伏到美国境内的 到处 渗透破坏的第五仲队 有可能是老共 正在侵蚀 暗中 破坏 想要让大家的自由全部被剥夺掉 We're here to shed light on Darkness 他说我们在这边的目的 大家今天聚在这里 就是为了要在黑暗当中 提供 一丝的 光明 这样子 让光明能够 在黑暗当中 发挥 他照亮的效果 这样子 有点像 暗夜当中 惊涛骇浪的当中的一盏明灯灯塔 这样子 我们再看看川普有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 Rampard 川普 转贴了 Trump is still our president Rampard wants an explanation on why Trump's defeat happen in foreign data dumps between 1.34 a.m. and 6.31 a.m. 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Senator Rand Paul 他有一个数据说 为什么有两个异常的灌票灌进来 We all know Trump won this election If we don't fight for truth here We will forever We will forever get evil by default 好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刚刚十七分钟前的贴文 Also quickly Also quickly check the number of envelopes versus the number of ballots You may just find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ballots than there are envelopes So simple And so easy to do Georgia Republicans are angry All Republicans are angry Get it done 川普在下达指令 他讲说因为 重新计票他把 违法非法错误的票又算一遍等于没弄 还把拜登票越算越多 所谓的重新计票跟验票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重新计票是说我不管你是 是为不违法的票我在照本 照本宣课再 算一遍 我不管你那个票是真的还是假的 照算一遍 那个计票重新计票 是有问题的 是 没有意义的 验票的目的是说 要把 有问题的票挑出来 找找看有没有这中间有没有违法 不能计算 有效的票才能计算 那目前各州的重新recount都没有做这个就等于说把 有 生意的票也照算一遍 并没有去做检验跟区分所以川普讲说 除了那个Rampal讲的数据上面 啊那个 软体数据上面灌票 作弊的问题之外 你的邮寄选票里面 信封的数量 跟你面那个投票的那个数量两个根本不吻合吗到底有没有人去检查过没有啊照算一遍 而且呢 他讲说 信封的数量跟选票的数量 选票的数量超过信封的数量那不是变幽灵选票 一张信封只能寄一个人的票 加入 怎么可能 得票数高于信封的数量那不是就有问题吗 他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错呢 还要把那个错的选票重新算一遍那验票的也没有意义吧 那为了 Governor Brian Kemp, Georgia, the helpless governor of Georgia, uses emergency powers which can be easily done to overrule his abstinenc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do a mess of signatures on envelopes. It will be a gold mine, a fraud, and we will easily win the state. 他讲说那个,为什么乔治亚州的州长,还有他讲the helpless governor of Georgia,就是表示他蛮无能的,给我插鸭这个字。 unlucky,也就是说,选到说他算我们倒霉,哈哈,the helpless passengers were stranded at the airport for three days,啊,那个hapless就是说,他当收藏我们大家跟他倒霉的意思,啊,就无能的意思。 看一下 那这个 无能的州长 为什么他不用 紧急他动用紧急的权利他本身有紧急的 这种行政命令也好 他可以下 他的权限内可以做 那 这个是很容易做的,你州长有州长的权限,你可以采取紧急措施 来 推翻 那个州务卿宣布 的 机票结果嘛,那个明明是有问题的机票还硬要certify 不是有问题吗 那个叫 obstinate 我们也来查一下这个字 Determine not to change your ideas 就是 死亚的水硬痕,故事顽固 behavior, opinions, etc Even when other people think you are being unreasonable 就是 已经顽固 死骨不化到极次了 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叫obstinance overrule 是 推翻他的选票的 宣布说 乔治亚州已经 开票完毕了 to change an order or decision that you think is wrong using your official power 用你的行使你的 州长的权利 去推翻州务卿宣布 乔治亚州已经算完票了 这样你为什么不做呢 意思是这样子 这叫应作为而不作为 and do a mass of signatures on the envelope 你要不要算一下那个签名在信封上的签名啊 那个 游记选票都是这样做假来的都不查 it will be a goldmine a fraud 你如果查一下算一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是一个金矿 表示 含金量很丰富 里面的 诈骗一大堆 and we will easily win the state 你这样一做我们就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下来了嘛 你为什么不做呢 这样子 好再看 41分钟之前的 好这个是盛况 to prove them wrong treat the word impossible as nothing more then motivation relish the opportunity to be an outsider embrace that label being an outsider is fine embrace the label because it's the outsiders who change the world and will make a real and lasting difference 好这个是应该是肇事的场合 No way we lost the selection 他跟学民讲我们不可能输这场选举 所以主流媒体的解读基本上跟现况脱节都很大了 我个人觉得 好再看川普推的 I'm not fighting for me I'm fighting for the 74 million million people 好这已经是74 million 这个million应该多出来了 not including not including the many trump ballots that were toast a record for a certain president who voted for me 他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奋斗 我是为了选我的那 7400万 选民 投我票的人 我为他们奋战 还不包含了很多我的选票 被错掉了 那还不算 表示更多 他说这是一个现任总统 获得票最高的记录 喔 所以他是为了 选我的人而奋战 好这是川普的脸书的更新跟我刚刚做的 喔那个The Epoch 大纪元的这个六个争议之后跟我 持续不断的讲美国宪法的这个程序那一段 州的 进入决赛之后州议会扮演了很重要的结果 这个角色 把 Illegal Certification里面的那个 Illegal Votes Electro Electro Votes 那个可以 整个 可以 提出objection 然后整个把他 reject掉 另外就是 1月6号 的 Mike Pence 主导的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可以继续来做这样的事情 好44分钟了 结束之前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川普的这本书里面我找到一个很不错的 跟这一次大选 川普的表现可以 验证的出来 他是 一次的 这个内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讲一小段就好因为已经40多分钟了 后面我们再接续讲 这个是在第六章 第六章里面 第六章是讲到 Investing to win 跟 赢家那个winner 也有关联 跟我们前 前一集 前一个小单元里面讲 怎么样成为赢家 这里面写的就可以反映出川普目前现在的状况 它完全是一致吻合 我们来看一看 我讲了一小段后面再接续讲 大概讲到一节课就可以了 Donald's view winners I've known about the 90-10 ratio for a long time But Robert gives us all the good reminder Pretty soon If we don't start paying attention It could reach the 95-05 ratio or even 99 O1 was 1% of the people owning 99% of the nation's assets 他讲说 我很 很少就知道 90比10的这个比例的一个原理跟现况 也就是说 10%的人掌握了全国90%的资源 这是一个贫富不均 的一个现象 这个我们叫做 呃 平人跟富人 10%的人掌握 国家全国90%的资源 这种是一种 贫富差距 这样子 But Robert gives us all the good reminder 那他的共同作者 有一个叫Robert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Pretty soon 很快 If we don't start paying attention 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It could reach the 95-05 ratio or if the 99-01 was 1% of the people owning 99% of the nation's assets 我们再不去理他再不去处理他 很快那个比例就会急剧的 成为 极端值 变成50%的人掌握95%的国家资源 甚至1%的人 掌握99%的国家资源 就是1% of the people owning 99% of the nation's assets 这个就是变成 皮肤不均了 再看他怎么去讲 赢家 Winners wouldn't let that happen And I hope that includes you Winners wouldn't let that happen 是说 赢家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眼神真的看着 贫富差距极端化 And I hope that includes you 我希望你 也是赢家 你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 包含在赢家里面 你也是赢家之一 你也不会让它发生 It's important to have dreams A man's rage should exceed this grasp As Robert Browning said 那这里面讲到一个很有名的英国诗人 应该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人 叫Robert Browning 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 他讲一个人的 手伸出去能够触及的范围 应该要远超过他能够抓的范围 就是说你能够碰到 手能够伸出去碰到的越远 你抓的就越多 你如果伸的不够远 你抓的也就不够多 所以伸出去的范围 一定要超过你能够抓到的范围 这样 It's important to have dreams 有梦最美 就是我们要有梦想 这很重要 就如同英国诗人 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 Robert Browning所讲的 我们一个人能够触及的地方 要远超过他能够握到的地方 能够掌握到的是线下 可是你能够触及到的地方 但是梦想 这样子 你的梦想越大 你所能够掌握到的越多 你如果越限收你的梦想 就是你能够触及这么远 你偏偏要触及这么一点点 那当然抓到的就越少 That's what keeps us going I like to say If your reality begins with your dreams Your dreams will become your reality 那 他讲说因为我们有梦 有梦最美 所以它是一个让我们持续往前的动力 他说他常常讲 他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如果 你的现实是从你的梦想开始 那你的梦想就会变成你的现实 意思说 一切都是从梦开始 就是 追梦 永远是 这个实践的起点 这样子 这样子 那个不是Burn 那是Bomb Bomb是指 就是像乞丐啊 流浪和那个Bomb 他硬错了 BUM才对 Usually they say things like I want to become a president 你看 川普2007年就讲 小朋友 你想要当总统 这是一个梦想 没有错 但是它是你一个 足梦踏实 追梦的一个起点 你可以实践很多事情 川普真的变总统啊 I want to become a president 这样子 I like to be an astronaut 我要当太空人 这样也可以 太空人当不成 说明变飞行员了 也不一定 I like to be a fireman 我要当消防队员 消防队员在美国是英雄哦 不是像我们这种 不一样哦 I want to become a doctor 你要当医生 当然也很好 they are demanding and sometimes heroic professions and young people have the dreams and aspirations to match them 他讲说 这些都是 很 要求很高 你要付出很多 才能达到的 这种职业 而且通常都是 人家把你当英雄的 这种职业 我刚刚讲 消防队员在美国 是不得了的事情 不是想当就能当 跟你到特种部队一样 and young people have the dreams and aspiration to match them 那年轻人呢 他要有梦想 而且要有热忱 来 搭配 这些 属于 在别人眼中是 英雄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职务 职业 对 你没有梦 你也没有热情 你就不能够 去从事那样的职务 这样子 好 我先讲这两段 这个跟这是川普在面临到 人生当中的这种逆境 飞来横祸 突如其来 但我相信他有掌握了 否则不会处理的到目前为止那么好 你换成另外一个人 都没有办法处理到他目前处理的那么好 要有战略 要有战术 这样子 那拜登可能已经感觉到败相 结果小腿骨折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腿骨折 应该是脚踝之类的 报纸灯说 他脚骨折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 我看还在不在 在这边 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太大 拜登脚的骨折一只脚 在跟狗玩的时候 而且要打 不是打石膏 是要穿固定架 Wilmanton Delawar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Joe Biden fractured a right foot while playing with one of the stocks an injury discovered in a scan on November 29th and that will likely require him to wear a boot for several weeks his doc just said 这个内容其实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他的右脚 跟狗玩的时候 骨折了 用扫描或是X光 发现有骨折 可能要穿上鞋套 固定价好几周 内容我们就不看了 但是 Donald Trump 还是有推特 祝他早日康复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像 看看有没有 我之前 我我我我之前 有看到他有推特 我在这边 给威尔森 快点好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 这个 MBC news photographer captures Joe Biden living Ocephatic office in Delaware where the president elect was just treated for what is Dr. God a sprained right ankle from a fall from a fall Saturday 扭到 脚踝 这样 右脚 右脚 川普还说 Gate will zoom 千万要好 好点 快点好起来 早日康复的意思 好 那55分钟快一个小时 我把这段朗读 用实体书朗读一下 我们今天就大功告成这样 好 直接开始 Donald Trump's vi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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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ven 99% won with 1% of the people owning 99% of the nation's assets. Witness wouldn't let that happen, and I hope that includes you. It's important to have dreams. The man's reach should exceed his grasp. As Robert Browning said, that's what keeps us going. I like to say, if your reality begins with your dreams, your dreams will become your reality. What is that? Because to think otherwise leaves us at the level of mere survival, which I believe is not the ultimate aim of most people. Ever hear a young person say they hope they become a bomb someday? Usually they say things like, I want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I like to be an astronaut. I like to be a fireman. I want to become a doctor. These are demanding and sometimes heroic professions. And young people have the dreams and aspirations to match them. and I think they might be a dream. They may be a miracle. I think they may remain in a romantic dream. If your home doesn't dream, you will survive all for the poor, just can be alive to live. You will have to live in a seuuchtigone. Without some big recovery or success. With some big recovery, you will have to live in a terrible condition. You will just have to live in my heart. You will just be able to live in a big life. 那就是你只能到那个地方 只能活而已 你如果有远大的梦想 去竹梦 你就 可以横渡太平洋的那个意思 可以涌渡因其利海峡 不是 沉在水里面这样子 这样往下掉 那他讲 which I believe is not the ultimate aim of most people 难道你大部分的目标 只是要浮在水面上鼻孔可以呼吸吗 还是你要涌渡因其利海峡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好 那我们今天就解签到这个地方 顺便讲 这本非常不错的 Donald Trump 共同写了一本书的内容 我们下一集会继续讲 这个往下讲 因为内容很符合 目前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显现出来的 所作所为 跟思考 全部是一次的 表示说 他跟一般人想的说什么匹夫 武夫 莽夫 其实 错误认知了 我从2008年开始研究他到现在 我非常清楚这个签子由我来解 才能解得出来 好 那59分钟快到60分钟了 快一个小时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买丰富的内容 今天就解签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 晚安 明天见 我们下车来误认识